全球新闻 为好朋友的阿富汗激进组织塔利班 昨天攻入首都喀布尔 并声称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 将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今天16日回应 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 也提到了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仍正常运作 并未宣布相关撤离行动 华春莹今天主持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说 我们看到现在阿富汗局势是在很快的发展 中方如何评价当前的阿富汗局势 对此华春莹回应称 阿富汗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 阿富汗战乱已经持续了40多年 停止战争实现和平 既是3000多万阿富汗人民的一致新生 也是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共同盼望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昨天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示 阿富汗战争也已结束 将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 并采取负责任行动 确保阿富汗公民和外国助阿使团安全 期待这些表态能够得到落实 确保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 遏制各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径 让阿富汗人民能够永远远离战乱 重建美好家园 针对包含美国在内的多国撤离驻喀布尔的使馆人员 华春莹则说 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仍在正常运作 中国驻阿大使和使馆人员仍然在坚守岗位 履行职责 大部分在阿的中国公民已经在使馆的安排下先期回国 一级中国仍未进行相关撤离行动 前监管官员突然抢手 装起高薪招募对付整顿风暴 据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的企业正在寻找各部委和监管部门 愿意跳槽的官员 帮助他们应对民营部门遭遇的全面整顿 据彭博社报道 猎头公司的数据显示 最受追捧的是来自金融体系监管机构 以及工商信息等部委的官员 在一些情况下 公司给出的报酬达到近50万美元 大约是公务员平均薪酬的60倍 虽然招聘能够洞察中国监管体系的人 一直都很重要 但其迫切程度 目前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 中国政府正在展开全面的监管行动 最引人注目的是就数据安全和反垄断问题 对科技巨头和民办教育部门展开的整顿 猎头公司米高普志驻上海董事 杰奎林秦透露 一些公司客户给出的报酬超过300万元人民币 对合适的候选人实际上是预算不封顶 彭博社评论说 从激增的薪酬可以看出 在中国想挖到一名顶尖的官员并非易事 前监管官员加入民营部门的行为会受到严密审查 与此同时 猎头公司说 可能旷日持久的整顿行动的全面性 也让公司把目标定得很高 至少是部门副主管级别的官员 而这些人的供应相对匮乏 例如证券监管部门和各部委的此类官员 必须在离职三年之后 才能在被监管的公司任职 对于级别较低的公务员会缩短至两年 这项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 需要更深入的知识来预测监管变化 以及游说和危机管理机能 而且与美国不同 中国的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之间没有旋转门 某位官员一旦跳槽到企业界 就几乎不能回头了 杰惠林琴说 如果一位政府官员已经达到部门主管级别 他的政治生涯就更加明朗和确定了 让他们为了钱而放弃并不容易 他们也明白 如今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 企业的要求有时是无法实现的 但鉴于诱惑之大 还是不断有政府官员进入商界 原中国证监会发言人邓哥 去年出任国信证券总裁 另一位证监会官员郭徐东 去年加入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副董事长 根据人民日报曾经报道 京东副总裁曾陈原是商务部官员 华春莹又放话 病毒溯源需由世卫成员国来主导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世卫组织早前发表声明称 世卫重点是让科学家在第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 实施今年3月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中的建议 而溯源不应该成为相互指责的政治工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 全球下阶段病毒溯源工作需由成员国来主导 华春莹周一16号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世卫组织12号发表声明 表示世卫组织重点是让科学家在第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 实施2021年3月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中的建议 寻找任何病原体的起源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这是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过程 需要合作奉献和时间 溯源不应该成为相互指责的政治工具 同时声明称 第一阶段溯源研究报告没有足够科学症迹 排除任何假设 将设立新型病原体科学咨询小组等机制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 中方注意到世卫组织秘书处8月12号就下阶段溯源问题发表的声明 强调下阶段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 实施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中的建议 认为寻找新病原体的起源应该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不应该成为相互指责的政治攻防的工具 这些观点应该在世卫组织相关工作中得到落实 上周五外交部就召开新冠病毒溯源问题驻华使节垂峰会 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溯源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最新工作进展 华春莹强调说 世卫组织是由成员国主导的 溯源工作事关重大 全球下阶段溯源工作也必须由成员国主导 秘书处应就全球溯源工作计划 包括后续机制同成员国充分协商 认真履行世卫大会相关决议 尊重成员国意见 对当事国的溯源计划 更应同当事国协商确定 在此基础上有效开展合作 习近平继续打贪 四省部级官员被开除党籍公职 据东网报道 中纪委国家监委周一16号连打四虎 对贵州省政协前党组书记主席王富裕 甘肃省前常委委员 常务副省长宋亮 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前书记 检察长蒙永山 山西省前副省长 公安厅前厅长刘新云 分别做出开除党籍或公职的处分 相关案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所涉财务一并转移 通报指王富裕目无道德法纪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 多次接受私营企业安排打高尔夫球 乘坐私人飞机 又把权力作为截取私利的工具 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 在工程承包土地开发等为他人牟利 收受巨额财物 甚至退休后仍大肆收钱敛财 当局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并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宋亮因利用职权搞利益交换 捞取政治资本 接受可能影响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 又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将其掌握的金融监管职权 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以职务便利 再审批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等为他人牟利 并收受巨额财物 经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及公职 并终止其甘肃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资格 蒙永山被之丧失理想信念 官迷心窍 在干部选拔任用州收受财物 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取利益 亲属也有份收受财物 又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在案件处理项目承包等方面 为他人牟利 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连结几率等 性质严重被当局开除党籍及公职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至于刘新云经查后 发现他丧失政治原则 结交政治骗子 造成恶劣政治影响 同时弄虚作假 骗取学历 利用职务便利 在企业经营 职务调整等 为他人牟取利益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急功近利 耗大习工 滥权妄为 造成重大损失 最终被开除党籍及公职 好 我们再看接下来的报道 吴亦凡案检方正式宣布逮捕 综合媒体报道 加拿大华裔明星吴亦凡被刑事拘留后 其动态被受外界关注 中国官方最新消息指 吴亦凡已涉嫌强奸罪被批准逮捕 北京时间8月16号 据北京市朝阳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号朝检线上通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 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 此前7月18号 19岁大鱼女孩独美竹在微博爆料 吴亦凡选非是右肩位成年人 以各种方式物色诱骗年轻女性发生关系 该事件随即引发舆论轰动 7月31号晚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 针对网络举报的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等有关情况 经警方调查 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 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展开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评论称 外国国籍不是护身符 零息再大也没有豁免权 谁触犯法律 谁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请记住 人气越高越要减点自律 越当红越要遵纪 中共中央政法委则表示 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不亡不纵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据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同时有强奸妇女 奸淫幼女 多人等情形时 将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据中国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消息 北京两高律所高级合伙人 常志峰律师表示 如果罪名成立 普通强奸罪量刑是三年至十年 如果涉及到多人属于从重处罚情形 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具体到该案 如果符合从重情形 鉴于社会影响恶劣 恐怕会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处罚 至于吴依凡的辩护律师 为他采取无罪辩护 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策略 应综合所有证据来做出具体判断 在警方立案之后 37天内检察院如果批准逮捕 则说明被判实行的几率较大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16到24岁青年失业 达整体失业率三倍 据联合草报报道 随着毕业季的来临 经济又因疫情影响和外国需求疲软而放缓 中国年轻人失业率升至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7月份涵盖毕业生的16至24岁人群失业率 从6月的15.4%升至了16.2% 今年将有创纪录的909万学生毕业 使劳动力市场承压 也令政府面临确保充足就业岗位的压力 青年失业率是总体失业率的三倍以上 7月份略升至5.1% 也是统计局自2月份定期公布该年龄段失业率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今年的目标是创造超过1100万个城镇9月岗位 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周一在记者会上说 由于大学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 一般6月份到7月份之间失业率的上升幅度会比较大 傅林辉说 但整体失业率低于2020年同月的5.7%和2019年同期的5.3% 今年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华星正劝香港宏观与策略研究主管布鲁斯庞分析说 数据显示中国就业市场持续承压 展望未来 政府将需要按照政治局会议指导采取行动 加大毕业生就业服务力度 让农民工外出就业更便利 更好地保护零工经济从业人员的权益 金融巨额索罗斯狂抛中国股票 据联合早报报道 由金融巨额支撑的投资家索罗斯旗下的基金管理公司 前天14号公布持仓报告 显示他已售出所有160万股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在美国的股票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证监会官网文件显示 索罗斯基金截至6月30号 也售出所有百度唯品会优步股票 该基金截至二季度末 持有272万股新上市的滴滴股票 腾讯音乐每股股价上周五 收跌2.49% 今年以下跌近50%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上个月24号宣布 他们就腾讯收购中国音乐集团股权 涉嫌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行为 展开调查后 责令腾讯30天内解除独家音乐版权 张哲瀚被全网封杀 据联合早报报道 因参观日本靖国神社而引发轩然大波的中国艺人张哲瀚 早前被行业联合抵制后又被全网封号 新浪微博昨天15号宣布关闭张哲瀚个人账号 张哲瀚工作室账号及张哲瀚超话 公告写道 张哲瀚由于在日本参观靖国神社等不当行为 引发社会各界强烈批评 张哲瀚的行为不仅伤害民族感情 而且对其受众中的青少年群体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搜索张哲瀚及其工作室账号 可以发现账号已不存在 张哲瀚的抖音账号也被封禁 网易云音乐也下架了其相关音乐作品 张哲瀚上周被网民发现 他曾在日本参加好友婚礼 场所是奶木神社 而且曾在靖国神社旅游自拍 随后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中国官媒 点名批评张哲瀚 由他代言的品牌包括娃哈哈 潘多拉在内 也宣告与他终止合作关系 奶木神社供奉日直时代的台湾总督奶木西点 奶木西点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 在中国东北的旅顺口击败清军 参与旅顺大屠杀 隔年在一末战争中攻打台湾 占领蜻蜓在台的台南府 靖国神社则供奉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4名甲级战犯 张哲瀚8月13号发布道歉声明表示 为曾经无知的自己而羞愧 更要对之前不当行为深刻道歉 强调自己不亲日是中国人 昨天是日本在二战时无条件投降的76年 人民日报发文写道 日本天皇玉人在1945年8月15号广播停战 赵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是值得每个中国人永远铭记的一天 各位观众您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新闻台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香港新闻台 并且开启小铃铛 如果新节目发布 您会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香港民政在8月15号发声明宣布解散 成为继香港教协之后 又一个因应香港国安法而结束的香港泛民主派团体 旗下还有港币160万将捐赠给合适的团体 不过港警惠英表示相关刑事责任 不会因为民政解散或是成员请辞而被抹灭 在此同时 另一个被北京视为严重定义的工会组织 香港记者协会也危机四不 综合媒体报导 民政表示最近一年多以来 香港政府不断以疫情为由 拒绝民政以及不同团体的有请申请 各成员团体遭受打击 公民社会也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民政原本希望用原有的方式 跟大家站在一起 不过召集人陈昊恒因为多宗案件 身陷淋雨 秘书处已经无法维持运作 而且在没有成员参与来见秘书处的情况之下 只能无奈宣布解散 同时民政大概有一百六十万港币的资产 将会只是民政资管托管团体 捐赠给合适的团体 民政成立在2002年9月 也是香港主纯移交五周年 首届行政长官董建华成功连任之际 隔年港府推动23条立法 民政当起号召大旗 依反对23还政于民为游行口号 结果有超过40多个团体表示支持 大概有50万名香港人士上街 是1989年声援北京天安门水运以来的最多人数 也是民政打响名号的重要一战 之后代表清建制商界利益的自由党 既有宣布不再支持23条立法草案 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请辞 董建华在9月初宣布撤回草案 自此民政的轻易游行跟支联会的六四烛光晚会 并列为香港政治日历上的两大活动 尽管去年受到香港国安法的冲击 陈浩恒依旧在10月接任民政召集人 今年1月前任召集人陈子杰 因为牵涉民主派立法会出审案件 成为被起诉香港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47名被告之一 被收押至今 之后陈浩恒也因为多宗案件而深陷淋雨 触发民政最后解散的禁止原因 可以追溯到今年3月5号 联合早报引述匿名消息表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曾经资助民政举行反送中运动 香港当局正在调查三万事件 如果被证实属实的话 民政将依违反香港国安法 而被香港特区政府取缔 4月26号陈浩恒表示 接获香港警务处社会事务主任的文件 指控民政涉嫌违反社团条例 要求民政在5月5号之前提供六项资料或解释 而对于民政的解散 港警在15号下午2点发声明表示 由于民政先前没有按到时间 交给警方申索的六项资料 目前正在积极跟近其违反社团条例之内的罪行 又承身相关刑事责任 不会因为组织解散或是成员请辞而抹灭 在此同时 另一个被北京视为眼中定义的工会组织 香港记者协会也危机四伏 香港中研办旗下的文汇报 综合多名香港政界人士看法指出 香港记者协会的本质 就是反香港政府的政治组织 他们要求特区政府依法有效规管跟整顿 并且尽快修订相关法律 让法律与时静静 有效拨乱反正 目前外界最关键的是 成立超过半世纪的记者协会 是否会在政治压力之下面临瓦解 香港民政数号宣布解散 不过中联办控制的文汇报大公报 今天再度引述多名建制派人士指出 即使民政解散 执法部门依旧会持续调查跟追究 过去涉嫌犯下的罪行 港澳办以及香港中联办也相继发表声明 高呼不容姑息民政 正合媒体报导 香港港澳办的发文挫持强硬 指出民政是没有经过注册 从头到尾的非法组织 多年以来他纠结反中乱港势力 为豁乱香港劣迹斑斑罪孽深重 是港独黑豹燃炒的重要推手 勾结外部势力发动颜色革命的极先锋 自行解散是想要逃脱法律追究责任 只是痴心广想也是白日做梦 香港中联办也批评 民政虽然迫于法律跟舆论的压力 打出自行解散的悲情牌 但是解散声明之中 依旧可以看出其贼心不死的本性 以及风中必反的本质 是彻头彻尾的香港祸乱之源 香港最大清北京政党民建年也批评 民政是旧游自取 中国媒体也关注民政的解散 中国官媒新华社发文表示 民政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中乱港大平台 澎湾新闻也发评论认为 民政覆灭完全是咒游自取 人民日报则表示 民政解散是其反中乱港图谋彻底失败的象征 民政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反中乱港的历史 强调港府必须彻底斩断 企图再乱香港的黑手 不管是请辞退出或解散 都抹不去民政一些人的累累罪行 文汇报跟大公报则引述多名建制派人士表示 强调要持续追究民政 而新岛日报则着重于民政的资金来源 指出民政最大资金来源是每年轻易游行 或是其他以民政名义召集的大行示威之中的筹款所得 如果警方要认真追究民政的资金来源 那么几乎所有民主派团体都会受到牵连 目前民政表示旗下资产由港币160万 将捐赠给合适团体 中国律师陆伟雄指出 如果警方怀疑民政所持有的160万资金来历不明 可以向法庭申请资产冻结令 不过韩会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也表示 民政先前游行又取得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 因此市民在游行之中捐款并不算是违法 不一定有法人定位才能接受捐款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6号开始1年4天召开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今天启程抵达北京出席会议 而他在离开香港之前 坦承其中一家议程就是审议有关全国性法律 纳入基本法附件三 今晚议程没有名言是哪条法律 不过很可能就是反外国制裁法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也在部落格写道 香港有限制责任落实中国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 经济学家预言 如果香港施行反外国制裁法 恐怕会有一半在香港的外资银行将会撤离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今天从香港前往北京出席会议 他临行之前向媒体透露 这次会议的一项议程是把中国一项全国性法律 纳入基本法附件三 估计是反外国制裁法 他说透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 在香港实行反外国制裁法是合适的作法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个礼拜也表示 港府支持把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 并且在香港实行 并且他表示已经向北京中央缔缴相关意见 陈茂波上个周末也表示 反外国制裁法是外交事务属于中央事权 香港有限制责任落实有关法律 陈茂波表示 美国取消对香港特殊关税待遇 无理制裁中央跟香港特区官员 严重干扰香港因伤环境 中国人大常委在6月通过反外国制裁法 可以确保当局有足够的缓击力量 经文被问到是否会担心 外资因反外国制裁法撤离香港 谭耀宗表示不必担心 他强调北京中央将会持续支持跟确保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跟贸易中心的地位 不会受到反外国制裁法的影响 不过反外国制裁法 对位在香港的国际企业 尤其是银行业来说 影响其实很深远 他们担心自己可能必须 在中国跟外国政府相互 制出计裁的制度之中 陷入两难情形 香港经济学家罗家聪表示 限制香港有超过200间银行 其中有八成都是外资银行 如果中国跟欧美等国家 扩大制裁的规模 估计外资银行只能选择离开香港 罗家聪表示 外资银行不会放弃美元的业务 因此如果真的要选择 外资将会离开香港 那么在香港的外资银行数目 可能会减少一半以上 香港政府今天宣布 因应全球疫情升温 本月20号开始将收紧 16个海外地区 到香港人士检验要求 其中法国美国等地区 将提升至高风险殖民地区 抵达香港人士 是要在指定检疫酒店 强制检疫21天 澳洲也从低风险地区 提升至中高风险地区 而没有施打疫苗的人士 是要在酒店检疫21天 综合媒体报导 香港政府发言人表示 全球新冠疫情受到 Delta变异病毒株严重威胁 许多国家确诊数据 在短时间之内大幅飙升 不少地区 即使大规模接种疫苗之后 病毒散布依旧死灰复燃 对香港本地疫情防控 构成重大威胁 香港政府经过审视因素之后 决定提升 16个疫情严峻的地区 从海外地区风险组别 向相关人士施以 更加严格的登机 检疫跟检测要求 在新决定之中 将目前15个 被列为中高风险的 B组指名地区 包含美国 孟加拉、柬埔寨、法国、希腊、伊朗 马来西亚、荷兰、西班牙、斯里兰卡 瑞士、坦萨尼亚、泰国、土耳其 跟阿联酋 提升至A组高风险地区 只容许已经完全接种过疫苗的 香港本地人士路径 并且需要在指定酒店 强制检疫21天 期间要接受多次病毒检测 另外香港政府也将 澳洲由低风险的C组 提升至中高风险的B组 容许没有接种过疫苗的香港人士路径 但是是要检疫21天 而如果已经完成接种 两剂疫苗的人士路径 将可以将检疫期间缩短至14天 如果同时出示抗体 呈现阳性证明 将可检疫期再缩短至7天 再加上7天的自我监测 此外所有海外人士抵达香港之后 都要在指定检疫酒店 强制接受检疫 高风险地区有21天 中高风险地区14天 低风险地区则是7天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极端组织塔利班 势如破竹攻入阿富汗的首都科布尔 阿富汗政府几乎不战倒台 美国等西方各国外交使团联盟撤退 自由时报引述英国防卫杂志报道 消息指出 美军15号派出了B-52H轰炸机 飞往阿富汗第四大臣马萨里沙利夫 很有可能是要前往轰炸 已经被塔利班控制的 阿富汗国家空军第二大空军基地 因为美军不希望A-29大贼鸟攻击机 以及AC-208B攻击机 等军机落入到塔利班的手中 另一方面报导也指出 美国已经派员前往阿富汗加速撤离的作业 直接由直升机从大使馆接走人员 至机场之后再由运输机送出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证实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正在撤离所有人员 而且也依照惯例来销毁所有的文件 不过布林肯拒绝将此举与越战撤离时来做比较 他更宣称这显然不是西贡 目前阿富汗情势相当的紧张 科布尔机场更是挤满了民众 希望能够登机逃出 中央社报导指出 有目击者指出 现场美军还对空来鸣枪 阻止平民涌入停机坪 事后美国官员表示 由于群众已经失控 对空鸣枪只是为了要缓解现场的混乱而已 根据了解 科布尔机场的空中交通 目前由美军来控制 协助驻科布尔大使馆职员 以及其他的平民来撤离 然而美军此举引发了许多批评 有人权运动者便表示 美军为什么能够掌控机场 并对阿富汗人来规定条件呢 科布尔机场是阿富汗人的机场 但是目前只有外交人员纷纷地撤离 阿富汗人却在完全不确定的情况下来等待 美军驻扎阿富汗将近20年 但是就在美国即将完成撤军之际 塔利班却迅速地掌控了阿富汗首都科布尔 中央社另外一篇报导指出 美国前总统川普对此发表声明要拜登下台 他表示阿富汗演变成如今这个局面都是拜登的问题 拜登今年初上任之后将川普定下的撤军日来往后延 同时没有设下任何的条件 川普抨击拜登的撤军行动 并指出拜登对于阿富汗的所作所为是一个传奇 阿富汗将会倒下 成为美国史上最大的败笔之一 阿富汗政府彻底的跨台也让外界看到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20多年来 在阿富汗毫值数以10亿计的美元 结果等于是付诸流税 中央社的综合报导指出 阿富汗的军警人数就算远胜塔利班 但是真正可以作战的兵力 其实只有占了少数而已 美军是资建立的所谓现代化部队 说到底还是要大幅的仰赖空中支援 就算不惜成本装备 阿富汗的军队仍然无力抵抗塔利班 尽管美国官员多次的宣誓 8月31号完全撤离之后 还是会继续的支持阿富汗军队 但是具体该如何做始终没有定案 报导指出 美国迅速的撤军确实是 压垮阿富汗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前美国驻阿富汗外交官纽曼表示 美军撤离 撤掉了空中掩护 确实大大的打击了 阿富汗的军队跟士气 近日来 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行动 快速的推进直入首都科布尔 使得外界对于美军仓促撤军的行动 加大指责的力度 而这或许也超出了 美国情报部门的想象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完全崩盘 美国总统拜登四月的时候 宣布由阿富汗来撤军 原意是要结束这一场 美国史上最长的战争 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 但是如今 阿富汗的烂摊子 却反而使美国的心域 进一步的受损 日经亚洲评论引述智库 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专家 米尔的话指出 大国竞争短期之内 已经不在华府日程之上 拜登需要就美国政策的信誉 重塑一个新的精英共识 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 希望聚焦在中国跟大国竞争上面 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 如果围堵中国 但是相反的事情却发生了 他们现在被迫处理阿富汗 而就在拜登政府 为阿富汗问题来交头烂耳之际 外界就十分的关注 中国是否能够影响当地的局势 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 七月底的时候会见塔利班代表 王毅表示 阿富汗的塔利班 是该国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 跟政治的力量 并将在那里的和平 和解跟重建进程当中 来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 中国政府给阿富汗的塔利班定了调 从此之后 中国各界各种对塔利班中信化 甚至是赞颂的语言就不断的出现 中国领导在处理国际事务当中 是最喜欢讲实力的 中方显然对阿富汗的塔利班 寄托着重大的希望 而未来中国可能会对阿富汗来发挥几点的作用 第一种是单独的双边关系 也就是中国自己跟阿富汗直接的联系 北京确实有这样的经济跟军事的实力 来当塔利班跟阿富汗政府之间的 和平谈判的调解人 问题是北京并不愿意挑起这个重担 尽管中国的高姿态表态了不少 因为在阿富汗事务上 北京的原则是不惜一切代价 避免跟阿富汗事务的严重纠缠 所以可能会透过上海安全组织 或者是跟俄罗斯合作来解决 而北京付出这些努力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遏制东土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除此之外 欠与阿富汗的塔利班跟巴基斯坦的联系 北京也希望在那里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当中 通过处理好跟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 而不再受损 而且能够将一带一路的项目衍生到阿富汗 自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 塔利班变大举的攻城掠地 只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就迅速攻入到首都科布尔 阿富汗总统甘尼连夜的逃亡 纽约时报指出 阿富汗的沦陷让外界开始相信 美国不会无限的支持盟友 其中台湾、乌克兰、菲律宾、印尼 这些国家的感受可能会更加的深刻 不过美国之库表示 如果认为中国可以就此肆无忌惮地进攻台湾的话 那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综合媒体报道 纽约时报指出 美国、中国、俄罗斯 在国际上的势力进逐深刻地牵引着国际的形势 但是自从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 塔利班快速地进攻 克布尔政府岌岌可危 阿富汗的沦陷已经逐渐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势必将引起国际之间对美国信誉的质疑 法国国防分析师海斯伯格表示 自从前总统欧巴马开始 美国就一直在退出海外的军事活动 到了川普任内时更传出要撤手 驻德美军驻韩美军的言论 这似乎代表着美国不再无条件 无期限地来承担盟友的责任 从长期来看 阿富汗的情势会让不能够依赖美国的想法 变得更加的根深蒂固 分析认为尤其是像台湾、乌克兰、印尼跟菲律宾等 对于美国抱持着犹豫的态度将会更加的强烈 这些国家只能够尽力地取悦中国或者是俄罗斯 风传媒旗下的新新闻也有一篇社评指出 拜登坚持美军没有理由继续留在阿富汗 当美国国旗从驻科布尔大使馆的屋顶降下 阿富汗政府官员只能够把希望寄托在政权能否和平的转移 这些景象都值得台湾来思考 如果说阿富汗是又一个越南 那么台湾会不会是另一个阿富汗呢 不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 哈尔布兰德斯表示 美军撤出阿富汗跟美国放弃台湾完全没有可比性 因为撤离阿富汗或许是经过许多的检验来看断 但是放弃台湾将注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如果放任西太平洋如此重要的战略据点被北京夺走 日本跟菲律宾将会更难以防御 同时拜登也明确地表示 从阿富汗撤军是为了要集中心力来对付这个时代更重要的战略敌手 也就是中国跟俄罗斯 法新社也指出 阿富汗政府的倒台跟美国撤军脱离不了关系 这重创了美国在一起盟友之间的信誉 美国智库哈德逊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哈卡尼也表示 在美国抛下阿富汗政府擅自跟塔利班在多哈举行和平谈判开始 美国作为盟友的可信度就已经直线地下降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更是大肆地宣传 美国政府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 总是抛弃其伙伴或者是盟友来寻求自身的利益 不过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长方登却表示 如果认为阿富汗的发展会让中国变得大胆妄为 例如是对台湾来采取行动 这么想就太过简单了 他认为中国反而会看到 美国是严肃想要把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 才会愿意为此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尽管如此 反对撤军的方登也担心 美国如今是在冒着危险 将阿富汗拱售让给塔利班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将会导致美国分心 没有办法专注对抗中国构成的更大的战略挑战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明镜news.com 推特at明镜news 脸书 facebook.com